在诸多研究资料中显示,大脑特殊区块与心灵能力有关,特别是启动人类自愈系统的机制,大脑是身体的指挥中枢,脑与神经系统协同作用形成通讯网络,现代医学对这个复杂系统的运作所知甚少,通过这个系统传输的电流,电磁波被送到全身细胞,它是个双向传输系统不仅传送也接收讯号。 这个传输网络连接地球,银河系的电磁场,透过大脑运作可进入潜意识下载宇宙讯息,其中包括疗愈的知识与能量,这是许多能量疗法被开发出来的根源。 对于人类身体与宇宙连接的知识,我们还停留在幼稚圆的阶段,但是诸多现象显示,人类已进入转化与提升的周期,许多隐藏的知识将被揭示,心灵强大潜能将被开启。 疗愈知识的传输透过许多管道,和西西瓦就是其中之一,疗愈发生在身体也发生在心灵层面。 数十年许多人为了解决自身问题,接触到西瓦开发的心灵学习系统,有些人打开心灵能力后翻转人生,不少人成为畅销心灵作家,有的医生获得灵感开发出新的医疗方法。 因此,疗愈是个觉醒与转换的过程,也是个藉由问题寻找真相之律。 西瓦认为,使用直觉探测讯息是为了发现问题,找到解决之道,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,使这个星球成为更美好的地方。 这个直觉,是每个人未经开发的心灵感官,事前意识发出的重要讯息,也是找到疗愈的关键钥匙。 当发现身心不适的表征时,其实是潜意识送出的警讯,当下的觉知或许能引领我们找到更底层的问题,对大部分人来说,漫长的觉醒与学习才正要开始。 如果能提早接触疗愈相关的知识,学习能融入身体运作机制的方法,持之以横转化为习惯,身心疗愈的时间将大幅缩短,受困情绪及因果业力造成的伤害也会降到最低。 在官方课程的毕业学员中,有许多亲身实证的疗愈案例,秋香是一个线上加教科的学生,她原本希望帮助女儿的忧郁问题,后来经过了解,才知道她的两个女儿都有天生超心灵能力,能够感应到一般人无法感应的事物。 她本身也有睡眠障碍及高血糖问题,但她不知道自己也具有灵敏的透视能力。 在课程中学员搜集亲友的健康案例,十个案例中有高达近八九成的命重率。 她发现邻居先生过重造成的左膝盖裂缝,经过事后查证,那位中年先生之前曾经摔断过腿,位置就在左膝盖。 另一案例中,她发现一个爱吃炸鸡的青少年,胆固醇膏外还有一个黑色的肝脏,同时有一个容量很大的肺,经过查核后,那个胖男还是学校乐队的喇叭手,家族有悉形肝炎的遗传病史。 另外一个案例,透视一位憔悴的中年妇人,眼睛很红之外我们都感应到眼部的酸胀,也发现她的胃里面没有任何东西,经过当下打电话求证。 这位妇人因刚失去儿子不久,每天伤痛流泪,而且好几天吃不下东西,于是她按照教练教导的方式为这位母亲疗愈。 隔几天这位母亲传来好转消息,并表示这几天闻到花香,原来秋香在疗愈时创建了一座花房。 三周课程结束前,秋香的睡眠问题获得很大改善,也正努力解决自身及家人健康的问题。 许多人对成为疗愈师有兴趣,但生活不需要成为所谓的疗愈师,因为每个人都有这项本能,学习技巧后应运用在生活中,唯有实际操作才会学到更多。 美银是一个很认真的学员,也学过很多的心灵课程,课程结束后进行访谈,才了解她的工作是针灸及经络按摩师。 她一直希望整合其他疗愈之事,胎发出一套新疗法,我希望她能把吸瓦技术应用在工作中。 她有一位长期调理年过70的女性个案,在走小腿上的皮肤癌,经过手术治疗后半年伤口仍未愈合,疼痛的感觉更频繁和明显。 复诊后医生认为伤口仍有癌细胞,建议再开一次刀,个案不想再承担开刀风险。 美银采用人体透视来看伤口内部状况,她发现皮肤下底层有红色及白色一体,显示没有愈合的伤口正在发炎中。 难怪伤口外已结痂但仍隐隐作痛。 她用在课堂学到的光疗方式进一步疗愈,经过一周她再进入透视层级来观察,发现内部组织已干燥,但微血管生长还未完全。 她立刻想象疏通并衔接血管的影像。 德州再见到个案时,伤口疼痛的状况减轻许多,之后她再度到医院做切片检查,医生表示没有做切片检查的必要了。 美营平时在睡前都有按摩腹部的习惯,长期她感觉结肠部位好像有小硬块,她试着使用透视技巧,在身体内看到结肠有打结的情况,透过光疗技巧处理后,肿块的部位马上变柔软。 她强调她的手感很敏锐,处理后按摩的感觉差很多。 心灵感官除了帮助启动疗愈,她也是预防及检测机制。 在人体透视及健康案例中,你学到了如何侦测人体健康资讯,也知道透过视觉创造来做疗愈,更可以在生活中自我保健并帮助他人。 在工作房中经常有人身体不舒服,但都希望好转打消请假的念头,好几次学员应用上课学到的技巧,让喉咙痛,拉肚子等症状减轻,如愿地完成了官方完整课程。 在真正整合医学还没完善之前,西方医学与心灵疗愈双管齐下,仍然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。 有一点很重要,创造疗愈发生的是当事人,而不是医生,药物或各种疗法,心灵创造力才是疗愈的源头。 藉由想象与视觉化改变能量模具,在物质层面显化出健康的版本,同样模式可运用在人生各个面向,经由内在的调评我们找到问题根源,修正一切失衡与不正常,创造一个充满健康活力与积极正向的自我。 如果您喜欢心灵知识,欢迎按赞订阅及分享,对于课程有兴趣请查询官网,得到更多开课时间及课程内容资讯。 感谢观看